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法 让人从黑夜开到白天 就为了喝一碗汤 已经看到排队人床了 我们实际看看需要排多久时间 三十分钟过去了 大约前进二十公尺 将近一小时 可以看到店内情况了 店面不大 桌子已经摆到隔壁店家去了 看到人家喝汤的样子 快忍不住了 有位置入座后 就直接去跟老板点餐 终于下一个就换我们了 太好了 马上点餐去 看这刀素 比精准度 又是个隐藏在民间的高手 都是为了满足你我的嘴啊 希望拍摄 没有影响老板工作 容我跟大家介绍 另一位隐藏的爵士高手 煮牛肉的功夫 绝对不简单 过于不急 都不对 实际跟佐料区在这里 要放很多的姜丝 以及台南专有甜甜的酱油糕 感动 牛肉汤上桌了 总共花了一个小时16分 首先 牛肉汤的香气 濃郁不离 这还带着粉红色的牛肉片 就是出的恰到好处 厚薄适中 还保留英勇的口感 原味肉片在爬一口饭 十分美好 另外不得不称赞一下 这饭煮得完全不满足 牛奶带点油脂 是全熟的 一样鲜美好吃 如果咸肉片太瘦 可以选这个 同样原味来口白饭 好极了 再来试试搭上配料 香丝油糕 让层次更丰富 又是另一番享受 这苦破色的清汤 实在非常诱人 不过尝了牛肉汤比较之后 更是敬畏天人 牛糕汤通入生牛肉之后 汤更鲜度猛了 还会回甘 两碗衣比较之下 果然还是有差异 接下来不好意思 就看我吃了 排队一个多小时 我完全可以接受 下次可以的话 我会选择高手前面的位置 吃完大约7点45 后面还是长长的队伍 时间还很早 我们不顺路跑来关庙 参观致面过程 扇面完全要靠天 所以天后不加时没开哦 依据需求 每天做的面也会不一样 今天做的是细面 面先切成一束一束 再由人工折叠整理 依序摆放在主楼上 排完之后就可以准备拿出去晒干了 大姐很认真地跟我们姐说 真的是靠天吃饭 阳光下制造出来的美味 扇面的样子 要好好拍一下 许多不一样的面 都可以带回家哦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 订阅 分享